在1949年以前 与中国建立直接通游的关系的国家和地区 仅仅有26个 经过我们70年的不断努力 我们现在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通游关系 而且我们国家呢 在国家和地区 快递企业呢 还加快在重点国家和重点地区的网络布局 跨境地地国际物流和海外商的业务呢 也迅速增长 而且在这个70年间呢 我们还恢复了万国邮连的合法席位 另外还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万国邮连的大会 我们还全面开放了国内的 包裹市场等一系列措施 我国呢 多次当选为万国邮政联盟行政理事会 和经营理事会的理事国 深度参与 万国邮连体制改革 国际铁路运游规则制定等国际事务 在全球邮政治理中的话语权呢 是显著增强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